歡迎光臨 不好意思 我最近也是懷孕五個月了 那是小胖 小胖很奇怪 小胖不知道是生還是什麼 他剛才拿著腳本 他腳本現在問他 剛才說你公縮的時候 吃冰之後要公縮 我去產檢醫生說胎胃一切正常 先我請教你 不是開玩笑的 就肚子一直不容易消 那孕婦到底能不能吃冰 孕婦絕對可以吃冰 我們應該講絕對可以吃冰 但是你的冰要乾淨的冰 這才是重點 因為我們的冰有的時候 真的不是很乾淨 或者你的佐料是有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講到 你就是吃冰這樣 其實冰很無辜 他被陷害了 如果可以吃生魚片 生魚片 當然又是回歸到 這生魚片乾不乾淨 因為台灣有時候你抓的魚 是可能已經被污染了 或者說本身有寄生蟲 那寄生蟲吃進去之後 他變成所謂的 我們叫做人畜共通會傳染的 他可能吃進去以後 你的消化 就經由血液會循環 甚至可能會經過胎盤期待 過去到小朋友就會有影響到 對像我們常講的那種公江蟲 狗貓的那種糞便 那個就是寄生蟲 對 那一樣 那寄生蟲在魚的身上 難免都會有 以前我們在做那個寄生蟲實驗 就是看 你會覺得那個秋刀魚 看起來真的都很乾淨 對 等你用顯微鏡看到 上面都是蟲在一個一個跳 你就覺得 這顆假 真的 那是菜市場買回來的 那個蟲蟲就在那個魚肉上面 這樣 這樣動 我看到 用顯微鏡看的時候 就是用那個放大的顯微鏡 看到就看到那個蟲蟲在那邊動 秋刀魚也有人在切生蟲 有 所以之後就秋刀魚 一律我都吃熟的 對 因為你不知道牠來 到底是不是這樣 對啊 所以有這種蟲 從你吃進去 牠就跟你進去 牠是活的 然後你那魚又不是活的 因為死掉沒有煮好 牠就會真的很像跑進去了 那還有什麼肉 魚肉是你看過有蟲的 那個是因為我們實驗有 對 所以牠是海獸胃腺蟲 那個藏藏的 對 白帶魚也會有 白帶魚的海獸胃腺蟲超多 對啊 白帶魚也有人在做三十名 有 對 像這種就是 像孕婦我們都跟牠講 你不要在孕婦 孕程期間 因為你自己吃頂多拉肚子 你吃跑到小朋友去 造成小朋友因為這樣感染到 有問題 你到底到時候怎麼辦 你就把它煮熟 對 那隻海獸胃蟲 就當成你的蛋白 就把它卡掉就好 可是他們後來日本人 不過這透話 就有些人甚至認為 有些人的過敏源其實是海獸危險蟲 所以就是另外一類 但是你剛剛講的 沙拉我覺得 讓我想到我寫過一個案例 就是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重點是 真的要挑乾淨 然後沒有辦法保證它乾淨 就煮熟它 因為之前有一個 當時醫院就發佈一個案例 那個案例是說 有一個孕產婦 他是後期 他可能就是還是忍不住吃了沙拉 然後就是他在其實自己 就有點點發燒的狀況 然後後來小朋友生出來 就發現他整個活動力很不佳 有點點嗜碎幹嘛 發現他有腦膜炎 結果一檢查就發現 它是一個比較少見的菌 叫里斯特菌 後來他們又推測說 他有可能就是因為 媽媽吃到的這個 生菜沙拉 對 這個生菜沙拉 他本身沒有那麼的衛生乾淨 所以他自己遭受感染 小朋友經過生殖道出來的時候 就被感染了 所以他一出生就感染腦膜炎 所以因為我本人也愛吃沙拉 我本人也愛吃冰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去吃的時候 就是要有信心的店家 你常點在這 你知道他可能知道他很乾淨 他就是那沒有信心 你就主軸他 對 好 那小胖 你知道在國外帶團 你自己怎麼吃過這麼難抖 或是說人家嗎 有 常常有 因為剛才我們所講的 夏天 因為常常有 還會有我就這樣 對啊 腸胃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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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現象就是說 像一般我們去像東南亞的國家 第一件事情 天氣到了 第一天來 冰塊加水 那邊就馬上一喝 一喝完 就像我們剛才來 以前 以前常常有 尤其在泰國期間 出去就會水土不符啊 其實大部分都是像醫師所講 冰塊的問題出現比較多 那現在現在開始慢慢有規範了 有一些什麼冰塊 我們家要不要開冰店 以前送冰塊的時候 歐洲外載的冰塊 冰塊切好了 一架放在冰箱上 就人家會來拿來刷 手小小再拿來刷 那時候有沒有問題 以前好像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還是有問題都不敢說 就說為了 不要吃冰才會鬧 人家都沒問題 對 百萬沒吃問題 那其實我告訴你 不好意思 我們以前沒冰 沒冰 開冰店 對 所以我們剛才說算 還是好賺嗎 人家說其實還不錯 那一天的營業 那時候一碗冰二十五塊 一天營業可以賣到一萬兩千塊 一萬兩千塊 有他賺多少 差不多三分之二吧 成本上算下來 差不多有七星好賺 差不多 那會有一個現象是 你後來電租越來越貴 那你又開始慢慢壓縮 後來冰店算了 一年我們臺灣 尤其在臺北 你的冰店只有賣半年而已 你後來冰天就賣了 所以你後來都賺到黃東就對了 對 那其實要買冰 不好意思 我插句話 因為早期臺灣是這樣 如果要形容人家好賺的行業 第一 第一 第二做醫生 第三 開十五金 這對你有啟發吧 現在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 第一做兄弟 第二副政典 第三開廟室 這在台中比較容易看到 那其實剛才我們剛從這個案例回來講 就是說冰店的東西 其實像紅豆 芋頭 麥片 這些東西都是變店家自己煮 可是有些東西都是你必須外交來的 我們一般會記得就是八寶兵 以前還有叫蜜豆兵 還有叫四國兵 四國兵放什麼 放蜜劍 你說這樣 你就覺得透露了你的年紀 因為這一邊都知道 因為以前的四國兵就像我們蜜劍 有人自己煮 還有人自己煮什麼 四國兵 對 四國兵 那你就會有個狀況 你的蜜劍的保存東西 一般都整湯的 現在回來就開始煮 有時候你就 湯匙去北斗水你煮 那一湯就掉了 對 又有人不知道說 一般我們還有一個 它會瀉膏 對 有的 比較適合的就什麼 上台的瀉膏 會比較都沒中 所以我常常就是保存的狀況 會有問題 那不然就是冰箱的冷度不夠 所以我們常常在吃冰的時候 大家看照片 不錯 可是現在還有個現象是 像我們剛才講的 旁邊那些所謂的放果皮的東西 會比較多 那我們以前開冰店 就最通常 就像這大哥 那個垃圾桶 你的果皮切那些東西 一定要加蓋子 是 不然現在要 蚵蚵羊 不然你就看 那其實還有一個冰店 冰店常常會有個問題 你一進去聞那個味道 這有差的話 我以前也去吃冰 結果你知道它的蚵蚵 來是 杯來是金蚵 很大隻 很大隻 對啊 金蚵說起來的肚子很漂亮 金蚵 綠綠的 頭是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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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中沒中 我讓我打 吃冰的時候打到 你看到我們不敢吃 因為那隻的肚子打開之後 裡面都湯 你打的可能我們說的灰色的 叫黑金蚵 小金蚵 有種是金蚵 是綠色的 紅色的眼睛 兩種不一樣 那都大隻 比較大隻的那個是打下去 也都會有那個 能夠有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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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蛆 對 那種比較多 今天是認識昆蟲 那其實我們在帶團的時候 碰到這種問題 有時候像我那次客人 他自己也不知道 是不是吃壞肚子 那其實他快就兩天 三天都以為說 我肝膜引起的不舒服 吃了感冒藥也沒用 結果算 算他快一看 好像有脫水的狀況 上醫院 跨醫生 結果醫生講 在國外的時候 在國外 好 然後四個小時 就掉一瓶點滴 就打輸液 我們說的 大陸叫做輸液 我們這瓶叫點滴 掉了四個鐘頭 有緩解了 你什麼東西不能吃 什麼東西不能吃 結果發覺 就是我們想吃東西 還有人這樣 我問你前天吃什麼東西 他說去餐廳吃飯 那個燙青菜 燙青菜 結果他拿了飯店有冰箱 他在飯店 早上站起來燙青菜 蠻乾淨的 燙青菜沒有吃完 沒吃完 放回去冰箱 對 隔天拿起來吃 好了 掉了 為什麼燙青菜很乾淨 可是燙青菜完了 你發覺他煮出來 後來他說 因為他說他早上就沒吃 就那天吃完以後 中午東西都沒吃 他說就像蘇貞說講的 我吃比較清淡一點 那一天他就中了 中午也沒吃 早上就吃那個而已 聽說你如果燙青菜你都灌可樂清腸 像我們在帶程的時候會有個狀況 客人都要你照顧 自己肚子聽不懂 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很簡單 對 你也很可能 我們肚子聽就跟導遊說 導遊就要買藥 照顧找醫生 你自己如果燙 燙青菜要怎樣 其實我們就講你的腸胃藥也帶 叫我們來去看醫生 會把客人的行程耽誤 因為我們講說在國外有個現場 什麼東西最乾淨 不是礦泉水 可樂 瓶裝的可樂 我們常常聽人家說 那個可樂 什麼刷掉 那個地點拿下去 放多久 它會 怎麼會會腐蝕 地點變乾淨 生氣的地點變乾淨 想說沒有那一瓶 灌下去 把腸胃洗一洗好了 不是 豬好就豬不 衰尾 滾下去之後 像你的體積要灌幾罐 軟罐 那下去以後 就像這樣 不是很好就吃不了東西 但是他可以補充糖分 至少你要有一點活力 會有個狀況是 有效效 你覺得有效效嗎 我還覺得蠻有效的 但是說實際上 這只是這個個人的體質 我覺得你們家應該是 有你賣可樂嗎 有那時候去旁邊有賣可樂 因為那個東西我們講 因為他說都一開罐了 全部都是工廠出來的 你走到全世界 他不會被污染 對 我想說那個東西 反正你吃外肚子 東西就不要帶吃 那瓶可樂 還可以補充一點 電解質或糖分 這個可樂清腸到底會通嗎 等一下再來請教一下劉醫師 來 先休息一下 來 先休息一下